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的慈继家人 我们的最佳女主角 赵立凤师姐 欢迎师姐 阿明师兄好 你好 大家观众们好 感恩 阿弥陀佛 还有她的亲友团 谭慧伦师姐 阿明师兄好 全球大观众好 好 你看现在的立凤师姐笑咪咪 我要用顺口溜来介绍她 英文要说ABC 唱歌要唱Doremi 慈继人总是要笑咪咪 但是还没进慈继前的立凤师姐 整个人很严肃 不太会笑 让人觉得好凶 对不对 而且加上 从小接受英语教育 英文比中文好 中文是看不懂几个字 听是有听没有懂 所以这样的状况 意思是她 婉拒加入慈继 不加入慈继的理由跟借口 但是现在她 她已经成为慈继委员了 并且用她的英语专长 接引许多跟她有过来同样经营的人 也加入慈继 听说今年就有人 也要受证成为委员了 到底她如何转变 来普渡众生上慈航呢 来看立凤师姐 人生蛻变的故事 郑慧娟 股票经纪人 也不是她 韩慧伦 股票经纪人 赵立凤 还是股票经纪人 房里偷闲时 一个处理父亲公司业务 一个沉迷电视连续剧 一个上网 而一个书轩竟然会对他们的生活 起了大转变 中午的祈祷的时间 那我们常常会有 刚好就是午休时间 那附近的三藩主他们踏进来 有一个书香的地方 在祈祷的时候 他们就一起来参与祈祷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 只是求自己 还是家人 身边的人的一个平安 就从来不会说 发一个这样大的愿 说请求天下午灾难 就是更重要 是要自己来这边一个层边 这还让郑慧娟起心动念 决定持宿 后来就有时觉得很 就因为我们吃了肉 有了肉 有时牙蝇还有那些肉丝 然后就过来祈祷 后来那时真的不全身 现在的午休时间 40分钟就试郑娟 当书轩志工的宝贵时间 他的工作伙伴谭慧伦 也是人温去工的固定班底 我的矿街的时间没有了 去美容的时间也没有了 我要来当志工 开始是很不习惯 可是后来慢慢觉得 来苏萱当志工 比再去矿街 去美容 更有意义 他们会过来 至于后来才加入办公室的赵立凤 原本对两位同事聊慈祭 烦不胜烦 我认为它挺有趣 但后来一天 二天 每天 我认为它太多了 所以我保持自己 在办公室 我只是做自己的事 我感觉因为我英语 我认为我不能加入 SUTE Sister Helen告诉我 在2010 我们有一个英语 我可以加入 所以我告诉我 好 没有担任 现在每逢星期天 就是赵立凤的职班日 第一次学习 在在志工 是要笑 一段时间 我认为我会越多笑 其实很多人 说到我会改变 因为我没有笑 我会非常害怕 所以我会越多笑 三个女子 三种笑容都足以温暖人心 近似书轩 人文志工的喜悦人生 这剧本《风回路转》也是精彩 想不到近似书轩 想成为社区里面的客厅 接引了这么多人 包含我们的丽凤师姐 跟大家报告 近似书轩其实世界各地 许多国家都有 而第一家近似书轩 就在马来西亚的槟城 那我们先来说说丽凤师姐 今天她的亲友团 惠轮师姐 两位同在一家股票证券行上班 两位都是股票经纪人 从1991到现在已经24年了 以前是同事 现在是同事同道的上人的弟子 慈继志工 对不对 先来问问丽凤师姐 丽凤师姐 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 对 英语也算是大家通用的语言之一 所以你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华语不好 中文看不懂而产生困扰 不会 不会喔 但是当人家邀约你做词记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会是障碍对不对 对 以前曾经邀过他吧 有 都邀他 他这怎么说 他就讲 你们讲华语 我讲英语 我怎样跟他们沟通 他就拒绝了 没有第二个理由 没有第二个理由 再来听说 有人觉得他凶啊 真的如此吗 是真的 因为他一跟他讲 他不懂的东西 他的眼你就看得出了 所以你就不敢再继续再跟他讲 就要找时间 慢慢再跟他聊 因为我在想东西的时候 我的脸是蛮凶的 没有笑 真真假看着蛮凶 那其实我已经决定了 实际不是让我参加的 因为是从台湾来 我不懂得怀疑 那还有就是我看到这两位师姐 他们非常的棒 很会干事 很会做 什么都可以做 那我什么都不懂的 那我就感觉到 我不适合 没有那个quality 来参加词剂 所以就不敢 所以你们三位 刚才影片中我们看到 这三位 同一个办公室里面的同事 但是他们两个先接触词剂 所以他们常在办公室里面 谈词剂是不是 所以你不听都不行 对 那有被他们影响吗 会啊 那因为我还没有进入刺激 那很多事情我都不大了解 不懂 那他们整天讲 我就感觉到起烦恼 我就感觉到我不要听了 这样子 你怎么办 你耳朵捂起来吗 对 我只是连接着 我就不要听他们讲了 那后来到底什么事让你决定 要走进来看看 来试试看 那时候就是因为要帮助这两位世界 因为他们很忙很忙的 那我感觉到我是他们的朋友 他们这样忙又要去办实际 他们安排的他们的时间太 那我就感觉你叫什么朋友 所以我就说OK 我去帮他们 去了时候才感觉看到说 其实做瓷器不是你很棒才能做 拿鱼子 切水果 做这个很多东西就需要你的手来做 所以就感觉到OK 我可以参加 那让我感动的时候 就是那一天惠伦师姐她咳嗽 她跟我讲 叫我参加慈祭 你来啦 你参加 那我说不要 那在我载她回的时候 那一天在苏萱 载她回的时候她就讲 讲 讲 我心里在讲 你咳嗽到这样 你又叫我参加 那我说OK 我尝试吧 因为我看到她其实很辛苦 可是她不要放弃那个时间来 目我 叫我参加慈祭 那这样讲讲我就感觉到 你叫什么是朋友 你的朋友这样叫你 那时候我不懂 不了解说参加慈祭的因缘 就是她的理由 就是以为是帮助朋友 了解 所以你一念的慈悲心 一念的善心 你应该不是用苦肉计吧 不是 真的 刚好身体不舒服 然后那个当下她感动到了 当然你要制造机会 让她接触慈祭 因为她的华语不好 中文不行 你让她怎么样看得懂慈祭 了解慈祭 因为她1996年就有接触到 金思雨 然后她往往都会用 商人的法来劝人家 我觉得她是一位人才 然后我觉得在慈祭 在马来西亚 很需要这种人才 因为她可以去把那些 受英文教育 或者马来人 印度人 这样接引进来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应该要她 应该给她 更深入地了解慈祭 所以就一直鼓励她 原来如此 你自己早就有姻缘了 1996年就看了两本 英文版的 金思雨 这是1989年 这个慈祭护专企业的时候 我们当成礼物送给大家的 后来辗转翻译了不同的语言 包含英文版本 你就一开始接触 慈祭上人的佛法生活化 都是从金思雨了解的 对 其实这两本 对我来说 就是当我读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是法 什么是 很多东西都不懂 那我读了金思雨 就是这两本书 就是好像 上人正义法师 好像一位妈妈 跟她孩子讲说 人生是无常 你有什么辛苦 有什么心事 就是一段会过的 那就是你最重要 就是要改变你的想法 好像一杯水 一半有水 一半没水 你说一半无水还是一半满 那你要怎样去看事情 那你要正确 就是看好的 你改转你的想法 就是OK了 那你要改变别人 你先要改变自己 所以从这边里面的 很多很多的金思雨 很多很多的故事 我真的是学到很多 那我每天晚上 那96年 从那时候我有这两本书 我每个晚上都会看这两本书的 那这两本书真的是帮助我 找到了解人生的意义 我只是有朋友来找我 我就用这些金思雨 跟他们分享而已 那在2010年参加持续 当书宣的志工的时候 外国人走进来 我可以跟他们分享的时候 我感觉不错 我可以付出一些 那就给我那些鼓励了 就是OK 我可以做这样子 看立凤之学讲的 眼睛都发出了光 包含眼睛里面的光 也有泪水 因为谈到了生命的无常 其实他人生中遭遇了几次 生离死别 都是他自爱的亲人 包含爸爸往生的时候 他在英国读书 来不及见爸爸最后一面 他如何把爸爸妈妈给他的爱 来爱更多的人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每逢星期日 是赵立凤的值班天 现在他把握机会 关心每一位走进来的客人 而且不管客人说的是英语 还是华语 他都能从容面对 所以当他们来到中国语 我会说我的中国语 你好 我会告诉他们 我说 我对不起 很对不起 因为我是英语 我的华语很长 然后他们就会说 不错啊 你的华语可以啊 然后他们会 motivate我 他们会教我 怎么说中国语 然后他们会分享 当我说 我用语错语 他们会骗骗我 然后那会给我 信心 要讲语 那是因为 我第一次来 我认为是一个兼联系的兼联系 我只是一位兼联系 我认为在英语学中 我不能做任何事 但当外国人来到 我可以联系他们 英语 我可以分享他们的故事 也有关的故事 也有兼联系 所以后来分享 我感觉他们喜欢它 他们享受它 他们很高兴听所有的分享 我认为是OK 当时我发现这种精神 所有知识你取得在这个世界 是无用的 你只要专注它 没有分享它或练习它 我发现这种信息 你必须分享与别人 它帮助别人 你必须学习它 你必须实习惯它 你必须实习惯它 然后你能感到有效 赵立凤自小是 备受家人宠爱的小女儿 单身的她 一直过着无所牵挂的生活 赵立凤受英文教育 而华语却是词迹活动中的 没介语 她担心跟不上脚步 所以迟迟不肯加入词迹 不过最终还是被身边伙伴 无私付出的精神感动了 Sister Helen told me that in 2010 we have this English group which I can join so I told myself okay, no more excuse so I joined them and mainly it's because of Jing Se Su Shien both of them are assigned to recruit a team of volunteers and obviously sharing the same office I'm their first target and also there's one day Sister Helen was in fact there's something on in Su Shien and they want somebody to cut fruits so when I come to cut I find that hey, I can do it it's quite simple and later I realized that to be a 30-yearologist all you need to do is to do you don't need special skills and Master Chen Yang mentioned that you don't need to be professional you just need to be mindful and you'll be professional so that's how I have the confidence to say, okay, I can try 我不懂华语嘛 那现在有英语的group了 我才可以参进来 放下身段 学到很多这样 achieve到就是谁 是我们本身嘛 你笑你 automatically 就很高兴了 那对方看到你 他脸黑黑 看到你也要跟你相吗 就是action reaction 就是yes shall we do that ok 真诚的互动 能跨越语言不通的隔阂 一个微笑足以温暖人心 赵立凤希望能以过来人的身份 让更多人了解 受英文教育 不应该成为任何人加入词记的阻碍 于是他决定承担带动书宣的英文读书会 但是它是秘密的今天 所以現在在學校 我希望改變人家的錯覺 我錯覺的錯覺 所以我確實有很多人 有錯覺的錯覺 我希望讓他們介紹 成為英文教授 你也可以成為學校博士 真的是很感恩利鳳師姐 她人生的轉變 可以留我們很多的啟發 包含我剛才有說 她去英國讀書的時候 您是1976年到英國去念書 但是去了沒多久 爸爸往生了 對 來不及跟爸爸說到什麼話 來不及 因為我三年才準備說回來 假期 那兩年多這樣子 爸爸就往生了 所以那兩年你都沒有回來過嗎 沒有 如果還有機會的話 你想跟爸爸說什麼 感恩 為什麼 因為從小到大就是 他這樣疼我 那我沒有給他什麼 那現在參加持續後才了解說 我當他疼我的時候 他也有感謝到那個愛跟那個歡喜 很開心這樣子 所以就沒有這樣懺悔這樣子 那我從那邊我就跟自己講說 我回來馬來西亞的時候 我有媽媽 爸爸不在 可是我有媽媽 把爸爸跟媽媽的愛 全部都放著媽媽那邊這樣子 但是很多事情是我們自己無法預料 無法掌握的 回來之後沒多久 三哥他也往生了 才33歲 那又過了幾年之後 三哥的大兒子18歲也往生了 對 包含你的媽媽在1999年16年前也往生了 對 21年的之間 四位自愛的親人都離開了 對 你幾生是一定有 可是呢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那我就是感覺到媽媽的心痛 他的兒子 後來就是他的孫子 那我就盡量說 OK 我要孝順媽媽 後來媽媽還沒有往生的時候 我就跟媽媽的感情非常的好 媽媽就知道說 我很疼他那些 所以媽媽往生的時候 我就想做的事情我都做了 怎样孝順媽媽我都孝順了 那我就沒有那種忽略 沒有遗憾 這些事情就是爸爸那些 我就以為我接受了 可是在裡面都不能 姐還是沒有打開 對 那就是參加职集的時候 或者是讀書的時候 就是生死什麼 生死皆自在 對 這句話就是當你要往前走 你的後腳要放 你才可以往前走 對 那就每次叮嚨自己 那後來參加职集的時候 就學到從小愛完成大愛 是 就是爸爸媽媽不在了 是 你可以對什麼社會的老人家 當著你爸爸媽媽 對 比你大的哥哥姐姐 比你小的弟弟妹妹這樣子 所以我就感覺到 很感恩上人 教了這些就是大愛 看得出來你已經慢慢走出來了 對 我參加职集了幫助我很多 那當我在導讀讀書會的時候 那當我在導讀讀書會的時候 我真的感覺到就是我 學到很多 因為當你在導讀的時候 你必須要讀很多次 對 那當我在讀的時候 我真的很感恩有這個機會 學到非常非常的多 比這懂這些 還是要做對不對 聽經念經還要行經 對不對 現在真的 他沒有再浪費時間 把所有的精神寄託 都放在职集這個大家庭裡面 媽媽雖然已經往生16年了 不過進來职集之後 彷彿找到另一個媽媽 就是她會命的導師 上人 那立鳳師姐也很貼心 她說覺得上人很忙 所以她回來接受上人受診的時候 連正眼看上人都不敢 怕耽誤上人的時間 走過去衝衝讓上人別的識別症 就委員症就走下去了 那後來也都沒有機會 跟上人講到什麼話了 沒有 那受診那個什麼湧動的時候 我就有機會聽到上人說 祝福你 我就說感恩 好 那今天最後給你30秒的時間 你有什麼話要對上人說 感恩 也是感恩 也是 因為如果沒有持續 我可能今天不知道是怎樣了 那也有機會來付出 來募自己的心 然後來就募大德的心 那就是音效生 因為其實音效生蠻多的 在馬來西亞 華人 那個馬來人 印度人蠻多的 那華人去音效的也很多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可以進化他們的心 那就是當你做的時候你寫到很多 做中學 寫中學 就是自己感覺到你想好 說好 不如做好 就是寫到這一句 你不僅要畫多畫 你不僅要畫好還要做好 做好 是不是 對 對 對 透過他的努力 講中文華語的能力是越來越流暢了 那英文的造詞當然更深 希望如你所說的 讓更多人接受英語教育的人 都能夠透過你的接引 不管是讀書會或是你的解說 讓他們更了解詞記 歡喜做詞記 好不好 真的祝福你永遠笑嘻嘻 虽然自己一個人 但是普天下都是你的家人 好 感恩 也祝福兩位 謝謝 謝謝